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紳士大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天想和大家繼續講緬甸事件 緬甸事件這兩天好像非常刺熱 又有很多不同的傳聞出現 又有裝甲車入城 又有幾百人被捕 又有很多人上街遊行示威 又說軍方政府已經是騎虎難下 多國不同的麥眼聯盟作出很多不同的譴責 昂山素姬又被拘捕了 快要出庭 又延遲了他拘捕的時間 出庭的時間 到底緬甸這個地方 現在最新的形勢是怎樣 文傑經常說 文傑是一個緬甸通 為何呢 我不可以說緬甸通 只不過是我對緬甸的形勢實在太清楚了 很多人都會說 為何你有資格說 我拿了卡片出來 我已經畫了很多張 我稍後就展示給大家看 為何我會有資格說緬甸的最新情況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文傑紳士樂頻道 記得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介紹文傑服務的一間公司 就是一間緬甸的公司 其中一間服務的公司是緬甸的公司 好像不太專注到 沒關係 你也可以看看 是我的名字 是我職位來的 是我的公司 當然寫著是緬甸公司 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有很多不同的地址 亦都是一些緬甸的地址 有仰光和拔高省的地址 所以都可以證明給大家看 其實我在緬甸工作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是有資格說 我會聯絡到緬甸那邊的員工 去問一問他 究竟現在最新的情況是什麼呢 那時候有些敲打的事情出現 又說撥撥車 反軍方政府 有些員工說其實都不是 沒有什麼情況出現 但現在究竟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現在真的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一件事 現在我們會看看哪一個地方的新聞 我們可以看看 就是我最喜歡看的 BBC News 究竟BBC News寫了什麼呢 緬甸軍隊首次在仰光部署裝甲斜分析認為 軍方已經騎虎難嚇 但是我記得在月初的時候 已經說了一些新聞 包括BBC News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那時候大家都想想 好像已經說了有軍人進去 有軍車進去 有裝甲車進城 為什麼現在他才說在2月14日連續9天的示威當中 他才是有軍車駛進城市裡面呢 是不是又是作生物 昨天文潔已經說過 BBC News 跟著什麼經濟學人 一大抽那些東西 很大部分也很大機會是弄虛作假作故事 聯合國緬甸人權狀況特別報告員安德魯 Tom Andrews在社交網站上形容 緬甸近日夜間搜捕行動 不斷褫奪當地人的人民權利 還有派駐軍人走入社區等等 這些都是顯示軍方越來越招急 警告軍方的將領將要承受責任 這個很可笑 第一件事就是 夜間搜捕行動是否有 是有 但問題是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他們的遊行示威是去到幾點鐘 跟我們香港一樣 去到好夜好夜入夜深夜時分 你搜捕行動怎麼會不是深夜時分搜捕呢 你都要捉人 然後就不斷褫奪當地人的權利 其實很多遊行示威的情況出現在不同地方 包括首都立別都 包括陰間 包括很多不同的城市 在面臨的城市 究竟有多少人呢 其實我也問過當地的一些員工 當地的駐守在那邊的一些員工 他們說其實不多人 大家看到我仰光都有整棟辦事處 拔高也有一個辦事處 我真的問過他們 其實第一件事 就是現在市面上 是有人想製造混亂的 但是製造混亂那群人是否多人呢 其實不多人 但是軍政府裏面就是用了很多不同的人力物力 都是希望一個混亂的情況不要再出現 他們亦都知道我們香港當時出現了一些暴動的情況 他們亦都認為軍方就是看到香港和泰國那群的暴動的話 就知道他不可以不遏制這群人 所以緬甸軍方所用的一些武力是很缺斷 用得很堅決的 然後BBC News說 跟緬甸軍方多次接觸的外交官 就認為軍方可能真誠地相信 他自己在捍衛緬甸的憲制秩序 外界必須以清晰方式 要令軍方明白到自己的行為 是不受到國際社會所接受 這件事 大家要知道 當時 在前一次的選舉 昂山素姬贏了之後 其實已經有怨言 為何會被一群坐了二十多年牢的人贏 這群人做了什麼出來呢 就是不斷地挖軍方的資料 希望他們坐牢 看看他們的罪證在哪裡 結果說不到 搞到他們兩年之內 任何的施政都沒有做過 一些實際的施政 然後兩年之後才做出一些事情 其實民怨沸騰說 原來軍政府還領導得比 所謂的民主政府還領導得好 這樣 然後再投票的時候 在上年投票的時候已經說 一定要反轉 緬甸一定要改革變革 就是說要變回軍政府去統治緬甸 因為受夠昂山素姬政府的無能無治 然後選舉之後出現了一個情況 都是昂山素姬政府贏 當時很多民眾已經說 很不公平 不公平 有問題 但是 但是 緬甸政府說沒有問題 軍政府當然找了很多不同的證據 結果證明了 其實今次的選舉舞弊情況 是很嚴重的 在緬甸那裏 所以 他們就推翻了今次的民選政府 而沙山素姬現在有一個私藏 一個通訊工具的罪 在星期三的時候會上角 不知道沙山素姬會不會請律師做辯護 但是 我可以告訴大家 緬甸的法律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我是接觸過一些我們香港的法律 一些澳洲法律 一些澳洲法律 中國的法律 但是對於緬甸的法律 我覺得是很難很難去處理 所以若果他不去請律師做的話 甚至乎那些律師 其實 得罪說句 那些律師懂不懂怎樣玩呢 都是一個大問題 那就是說什麼意思呢 沙山素姬一定入硬罪 一定入硬罪 你說我說的 以那邊的民情和法律體制的了解 民潔認為他一定會入硬罪 那入了罪之後會怎樣呢 應該是關回他三幾年 然後應該會由官政府再主持一次 真真正正的民主選舉 他說一年後會進行選舉 我相信的 我真的相信的 那選了出來結果會怎樣呢 應該真的會比較公平公正多一點 但是緬甸的民情是怎樣呢 當地的通訊公司說 在當地時間 星期一 2月15日的時候 早上1點至9點 暫停了一個網絡服務 即是凌晨時間至早上時間 我亦都問了當地的同事 他們說不是中斷了 只不過是上網的速度亦非常非常緩慢 但我都問他上街遊行示威的多不多人 其實是拍攝效果 還有那邊的人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電視媒體報章拍出來的人 穿什麼裝束 緬甸人真的會穿緬甸裝束 即是說有一個類似布群的東西 圍住了在腰間打一塊東西塞進去 我也穿過這些東西 在之前那段影片我亦都展示過一些照片 我亦都展示過我和一些緬甸的 比較高層的人員吃飯的照片 你想知道我和誰吃飯 就找回這段影片去對比一下 你應該找得到的 那些人物 然後他們都不是穿過那些衣服 他們都不是穿過緬甸的衣服 那究竟他們是什麼人 我真的去做了很多不同的研究 原來這一群人 原來是背包的 原來是一些類似港獨台獨分子 和泰國的一些騷動分子 出現在緬甸的街頭上 他們不是穿著緬甸的服飾 而是穿著波鞋牛仔褲的服飾 他們是在台灣方面出現過 現在出現最多的出現在哪裡呢 就是在泰國 之前印尼有出現過 都是同一群人 同一群人裝束 背著同一款的書包 連買書包的錢都省下 究竟是什麼人 什麼樣子 問一個絕密片段給大家看看 大家就會看到 他們的裝束真是很摩登 說的是牛仔褲 還有一些很光鮮 完全不止東南亞國家穿的牛仔褲 而且都不是緬甸的傳統服飾 因為緬甸其實很熱 他們喜歡穿那些裙子 他們傳統的服飾就是逛街 就算現在的示威行動 也有人穿緬甸的傳統服飾 穿緬甸的傳統服飾才是正常的緬甸人 如果不是緬甸傳統服飾的人 是什麼人 其實很大機會是泰國那群人走過去 現在在緬甸邊界北部地方 和西部地方 有一些比較嚴重的暴力事件出現 導致開槍的情況 這些有機會是什麼人 第一件事 緬甸其實非單一族裏 但緬甸人比較多 那群緬甸人也是愛好和平和佛教徒為主 但他們也有夾集其他不同周邊國家的人種 包括羅希亞人 包括一些越南 包括很多不同的老窩 旁邊不同的人 這些人 還有遼國人 在附近 還有泰國 在周邊的環境 在周圍那裏 其實緬甸 大家知道緬甸經常說打仗 又說很多衝突場面 又搶東西 在哪些地方 在這些邊界地方 就是非緬甸人 非緬甸普通的國民 是其他族裔的人在搞事 這些事情已經持續了差不多20年 以文傑所知道 再之前的事情我真的沒辦法了解得到 這件事 原來一直在進行 只不過這群暴力分子 這群非緬甸國裔的人 非緬甸裔的人 借這次的機會 繼續更加大力地搞事 所以令媒體可以繼續用新聞做法 即是一些發酵 這次來說 現在暫時緬甸首都 其他地方包括陽光 特別高 現在都很安全 是有軍方入城 亦有裝甲車入城 防止那些暴徒走到州市破壞 防止他們衝擊很多不同的政府機關 BBC繼續說 跟緬甸一樣 泰國軍方在2014年發動政變 推倒了總理英拉領導的所謂民署政府 然後泰國軍方修改憲法 創立一個完全由軍方管治的上議院 和制行民選的下議院 創立了兩個議會制 然後修改法規 然後令到現在泰國繼續有暴亂的情況 反政府的情況出現 我想問一問 為什麼當時泰國發生反政府 即是軍方反民選政府 然後你們西方國家反對 所謂的民選政府其實都不是民主 為什麼反對 但是現在那幫人去反政府 又支持 緬甸同一樣的事情就是 軍方 反了現在的政府 即是有一幫人反政府 為什麼你們是反對的 然後現在有另一幫人出來反你軍方政府 又支持的 為什麼你那些準則擺在哪裏呢 我們香港這邊我們有民選 民選政府 為什麼那幫人出來反你們又支持的 為什麼呢 我又不是很明白 你們那些雙重標準 究竟 可不可以告訴別人 你們那些雙重標準的標準在哪裏 等人反轉得來都可以跟 現在反轉得來是沒得跟 你那些雙重標準根本上就是 強行來的 所以老實說 緬甸現在很安全 但是未來日子會不會發生其他問題 因為西方國家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知道有一幫 緬甸當地的朋友說 有一幫在泰國搞完暴亂的人 走了去緬甸那裏 然後由少數的人變成大多數的人出來反政府 而且這次是動用到美元出來反政府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美元去兌免幣的話 是一對千多 我沒有記錯一對千三 我當時是一對千三 一對千多的話 其實他們最低工資的月入 大約是80至100美元 大家去想想 在這個地方發動一個金錢政變 對於美國來說 其實成本是很低 一個月的人工是100元 我要你出來玩幾次 我給你100元美元 這樣有沒有人制呢 有沒有年輕人制呢 有沒有一些沒有經濟能力基礎的人制呢 是很多很多 雖然說真的 緬甸是一個純佛教國家 所以很多人都很和善 很和諧 但是新一代 他們已經沒有很多佛教的傳統 他們都是一些享樂主義 西方的玩樂主義 很多東西都已經改變了一些年輕 年輕的緬甸人的文化 這跟我們香港是有少少相似 所以會不會用少少金錢 就可以打動他們去反政府呢 很大機會是可以成功到 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員工告訴文潔 至於接下來的局勢發展會是怎樣呢 相信軍方是可以成功拿到政府的控制權 然後就繼續發展這個政府下去 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坐得穩呢 至少要坐多一屆以上 才會穩定一個非常穩定的政局 未來的日子發展會是怎樣呢 我們都很想很想去拭目以待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潔紳士內頻道 記得記得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